今天晚上月亮还是挺亮的 小城人非常的少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加里宁街 一直往前走 前面这个路口是 我看地图上显示的是阿姆尔街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就到了列宁大街 在布市我发现很少有 五分 玛格尼特 这种连锁的 生活超市 就会有点渴想买点水 然后这附近没有发现 有一家那种 生活超市 再往前一点就到列宁大街了 看看列宁大街那边有没有 在列宁大街附近 布市的学校 孩子放学了 现在是六点半 列宁街 有一家卖红酒的 那里面应该有 水卖 两天水喝 远东美食 特价至50% 二十五 这样前走又到江边了 去逛逛江边的夜景 来到了江边 江对岸是灯火辉煌 然后 这边呢就 明显的要惨很多 江边还是挺安静的 江边还是挺安静的 水速还是挺快的 这个地方夏天 纳凉还是不错的 这个新的灯光已经很微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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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没有走到这边来 这一片围起来的是索道项目 正好今天有朋友 问到了 这个索道项目 原来在这个地方 它显示的是 2023年 但是现在还在停工状态 从我昨天过来 这个地方就一直没有动 所以23年估计也够强能玩 海关 估计怎么地也得要到 24年了 写的是中铁剑 现在口岸都关着的 中铁剑估计也没过来 这工地 一直停着呢 江边晚上 锻炼身体的人还是挺多的 没想到 这一片工地这么大 这还看不到头 我怎么样能绕过去 终于走出来了 终于走出来了 工地压根就没有动 终于走出来了 这一片工工的动向 有一宾馆 社会文化中心 有一宾馆 这是布市这边的文化教育部 相当于咱们的教育厅 这几多楼看上去还 挺不错的